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部的同学举手 一个黑点 老师说 你们为什么没有看见这张白纸啊 这么一张白纸都是优点 为什么你就盯住人家一个缺点呢 一个人这么多的善良 为什么你非要盯住他一个缺点不放 太太一辈子嫁给你 为你家里付出多少 为什么他的一个缺点 你一个大男人就咬住他不放啊 怎么怎么不鼓掌了 你们女士应该先鼓掌啊 我帮你们再讲话了 你看 所以记住了 何必非要坚持自己执着的某一个观点不放 夫妻吵架不就是因为老公认为他是对的 太太认为他是对的 所以才会吵架嘛 如果两个人都以为自己是错的 那就不会吵架了